1799年,已经88岁的乾隆进行了他人生中最后一次选秀 入选的晋飞复查氏,年仅13岁 只可惜不到一年乾隆便驾鹤西去 复查氏的人生也就此凋零 那么复查氏究竟是什么人 乾隆死后他的人生又是怎么样的 今天呢,就带大家去了解这段轻功觅食 晋飞出生十分显赫 来自湘黄旗沙己复查氏 主是德克金娥的女儿,富广的孙女 清初重臣米斯汉的玄孙女 大学是马其的曾孙女 马其呢,正是孝贤纯皇后的伯父 所以,按照辈分来说 孝贤纯皇后复查氏就是晋飞的孤祖母 说到孝贤纯皇后呢 相信大部分朋友都不陌生 她算得上是乾隆皇帝最爱的女人 两人琴瑟和鸣十分恩爱 只可惜孝贤纯皇后年纪轻轻便去世了 她病逝以后 乾隆皇帝也一直挂念着她 因此对她的家族照顾有加 相比英年早逝的孝贤纯皇后 乾隆啊,实在是太能活了 为了能够多给自己找一些乐子 她每隔两三年就要选回秀女 从她即位当年算起 到乾隆58年 总共进行了20次选秀 所以,她后宫嫔妃的年龄差距是比较大的 到了嘉庆元年 已经是太上皇的乾隆 又进行了一次选秀 因为年龄已经摆在那儿了 所以这次选秀的规模并不大 秀女也不多 最终呢,只选了两位秀女入宫 一位是寿贵人 另一位就是晋妃 此时的晋妃正值窦寇年华 但却只能进入那深宫中度过余生 晋妃复查氏 作为孝贤纯皇后的侄孙女 虽然身份不高 但毕竟是复查家族的人 所以,一入宫就被封为了贵人 乾隆皇帝对她的孤祖母孝贤纯皇后感情至深 但对这位差着辈分的晋妃的感情啊 那就一般了 甚至可以说几乎没有感情 晋妃入宫后几乎没有被乾隆召见过 年纪轻轻就只能与孤登为伴 这还不是可怜的 最可怜的是,没过多久后 他就因为年幼口无遮拦而得罪了乾隆皇帝 并因此被降为答应 吃穿用度也因为位分的降低而被缩减 由此可见,这位晋妃在宫中的日子并不好过 虽然后来又再次被升为贵人 但是呢,在乾隆一朝 他的身份就一直都是贵人 未曾再晋升 由此可见,乾隆皇帝对他确实没什么感情 所以,他也没能为乾隆诞下子思 值得一提的是,即使得不到乾隆的宠爱 锦妃复查氏却没有因此抑郁寡欢 心态十分乐观 身体很好 一直到乾隆皇帝去世 他都没有得过什么大病 那么,乾隆皇帝去世以后 等待着他的又是什么呢 作为乾隆的妃子 即使他再年幼再不受宠 但既然已经当过皇帝的妃子了 那就注定了 这辈子他都不能再嫁人了 出宫呢,也是不可能出宫的 所以,年纪轻轻的他 只能按照宫规搬离了西六宫 来到了寿康宫区域居住 从此以后,便只能与孤单为伴 换个角度来想 与那些为了争宠而与别人斗的 你死我活的嫔妃相比 复查室其实并不算特别凄惨 毕竟呢,他刚入宫的时候 只是一个妙龄女子 而乾隆却已经是一个迟暮的老人了 所以,他对乾隆也不会有什么感情 这样一来呢,他也没必要去争宠 只需要在宫中过好自己的小日子就行了 搬进寿康宫后 他的日子虽然孤单了一些 但毕竟身份摆在那儿 吃穿用度都不用担心 因此,他顺利地度过了嘉庆一朝 乾隆离世时留下不少嫔妃 后来他们都相继去世 没能熬过嘉庆一朝 唯有禁妃依旧十分见狼 或许这就是上天对他的眷顾吧 只不过中嘉庆一朝 他都没有被嘉庆禁封 依旧只是一个小小的贵人 看得出来,嘉庆也不是很喜欢他 毕竟,嘉庆在位时还是禁封了不少人 其中呢,也包括了乾隆留下的妃子们 却唯独对他不闻不问 将他当作了透明人 不过,虽然他并不受乾隆父子的待见 但这并没有让他怨天尤人 相反,他依旧保持着良好的心态 或许也正是因为他的心态足够好 所以啊,他熬死了嘉庆 活到了道光年间 此时他的年纪虽然不小 依旧是身材奕奕的 道光继位以后,便开始清理后宫 这才发现宫中还有一个乾隆时期的妃子 而且呢,还是孝贤纯皇后的侄孙女 道光得知他的存在以后 对他也是尊敬有加 毕竟作为乾隆时期 唯一一个活着的妃子 他一直不争不强 在后宫当中是安安静静的 过着自己的小日子 这是很多妃子都做不到的 于是,道光便下旨 将禁妃尊封为了皇祖禁妃 这大概是傅茶室一生中的高光时期吧 毕竟在此之前 他在后宫中一直默默无闻 甚至可以说没什么存在感 只是不愁吃喝罢了 而位分的晋升 虽然能够让他拥有更加优渥的物质 但并不能改变他孤寂的生活环境 他仍旧是一个人孤零零的生活在后宫中 不能出门去散心 可能连说话的人都没有几个 日子这么估计 即使位分再高又有什么用呢 毕竟那些都是虚的 所以,到了后期 傅茶室的身体也越来越不好 位分晋升以后身体却垮了 他的晚年究竟是怎样的 或许年轻时的他还能忍受孤独 但是谁又能接受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已成不变的孤寂生活呢 特别是到了晚年后 看着曾经一起生活的好姐妹纷纷离世 谁又能做到不受一点影响呢 所以,即使此时的晋飞有了较高的位分 但他呢,却怎么也快乐不起来了 他整日是郁郁寡欢 不过在妃卫上坐了两年 便在自己的宫中安然离世 年龄大概在七十岁左右 她是什么时候出生的 已经无从考证了 而他呢,也算得上是一位非常神秘的女子 历史上有关于他的记载并不完善 只记载了他是乾隆的嫔妃 而且是个不受宠爱的妃子 乾隆各种赏赐当中 都没有出现过他的名字 他一生经历三代皇帝 是后宫中寿命较长的一位嫔妃 但却没有留下一儿半女 有人说 高龄的乾隆之所以会将他纳入后宫 是因为他的姓氏 因为年迈的乾隆 太过思念孝贤纯皇后了 所以呢 就想在晋飞身上 寻找孝贤纯皇后的影子 只可惜 有些人终究是无人可以代替的 同样是复查世 乾隆对自己的结发妻子万分看重 一得到奇珍异宝 便会选择赠予他 而晋飞的命运却截然不同 不仅什么赏赐都没有得到不说 还在那深深的宫廷中 过完了自己孤寂的一生 晋飞去世后 被葬入乾隆御陵飞员请后 按照他的位分与等级 应该葬入第二排飞位 享用十券地宫 但当时 御陵飞员请已经没有十券地宫 只有一座砖池 而砖池呢 却是贵人的标准 如果让晋飞葬在那里 就明显不符合规矩 且问题的关键是 当时的御陵也没有多余的空位置 新建地宫 而道光为了能够做到符合规矩 于是便下令 将唯一一块剩余的砖池 改为了石池 勉勉强强地 将晋飞葬在了第五排末等的石池里 而晋飞也成为了乾隆皇帝 最后一位 入葬与陵飞缘寝的妃子 或许与那些早早就离世的嫔妃相比 晋飞是幸运的 因为他是寿终正寝 但孤独而又无趣地过完一生 又何尝不是一种不幸呢